今天我想为大家推荐这本茶叶战争 这是美国商业史论坛拉尔夫格莫里奖 首次授予以中国与印度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著作 作者刘仁威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全球史博士 现在是费城维拉罗瓦大学历史习副教授 他的研究领域是近代中国史跨国亚洲及全球史 政治经济及社会理论 目前本书的作者刘先生致力于研究 自二十世纪后期以来 中国及跨国亚洲在全球政治经济变迁中的位置 刘先生在西雅图出生长大 现在居住在费城 当作者刘仁威教授还在大学读本科的时候 他在历史系选修的第一门课程是现代南亚学 由著名的阿努帕玛饶教授讲授 当时南亚研究在英语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就深受庶民研究和后殖民文学理论抱负的吸引 这些学者以南亚历史为出发点 就权力和暴力 殖民主义和语言 以及这些在创造现代世界的进程中 起核心的作用展开辩论 作者自然也对所有这些讨论 如何与中国和东亚的研究相互关联和交叉 感到好奇 作者特别对19世纪世界贸易中的中国和殖民地印度 相互交叠的历史 倍感兴趣 英国对印度的占领 孟加拉的亚片贸易 以及涉及加尔各达和广州的 以亚片换茶叶的三角贸易 这本书就是作者对南亚 东亚和全球史提出问题的研究结果 作者在本书中的观点是 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茶叶贸易 将其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 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舞台 尤其是在中国和殖民地印度 在18世纪 茶叶最初只是中国市场特有的一种饮料 但到了19世纪 茶叶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必需品 作为一种主要商品 与其他主要作物 比如棉花 糖 咖啡 鸦片 橡胶 相互调和 构成了某种布局 他们一起为经典的 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崛起 注入了活力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和印度 卷入茶叶的工人 要多于各自国家城市工业的工人 那这些通常都是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对象 比如棉花和丝绸纺织品行业的工人等等 茶叶贸易的历史 应该是任何关于中国 印度 乃至亚洲 近几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 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变革的讨论的中心 没有比这更近乎完美的对称 最初来自印度的殖民地官员前往中国 研究中国茶叶的制作方法 而在近乎一个世纪后 中国的改革者却造访了印度茶区 并做了同样的考察和同样的事情 帝国的命运变化如何影响茶产业 反过来 茶叶如何在更宏大的政治经济学议程 国家的发展和对国外资本的抵制中发挥作用 中国与印度的观察者 是如何逐步理解过去数十年来高强度的全球整合过程中的 冲突与巨变 这本茶叶战争就聚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全球市场下中印茶产业的激烈竞争 从全球史经济史比较史的角度去展开书写 探寻跨大西洋史观外 关于劳动生产政治经济史观 资本主义和全球现代性的各种可能性 作者以中国地方文献 清廷政客的奏章 清末文人的思想著作 殖民地印度官方往来的信函 茶企业的备忘录 印度文学等各类文献材料为基础 聚焦当时全球消费者热捧 与投资者青睐的全球性商品茶叶 刻画了一段中国手工制茶 与印度机械制茶较量的故事 创新性的对比了中印 从上至下各界人士 为求生产转型与经济利润 所采取的策略与路径 由此反映亚洲腹地 早已置身于全球市场的同时 也参与了资本的积累与循环 本书的作者借助斯密 马克思等人的理论旁征博颖 旨在论证西方当时 在奉行自由市场和市场的理念下 在殖民印度为求利润与积累 实质却隐移鼓励着 不自由的劳动生产体制 这种思想政治与生产实践的矛盾 反映出西欧经典的政治经济学 并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 这本书出版以后 受到各界的广泛好评 比如有人评论 刘仁威在茶叶战争中 致力于解决如何书写北大西洋以外的资本主义历史的问题 他对亚洲两个区域的比较研究 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历史传统的印记 这是纽约大学历史习主任萨托利的评论 再比如 刘仁威对中印两国茶产业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全球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等重大问题 进行了清晰而有条理的讨论 这是中国研究 罗茂瑞这一位国际知名的远东史研究专家的评论 再比如 茶叶战争以19世纪印度和中国的茶叶生产进程为切入点 打开了世界 同时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 这是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卡尔先生的评论 等等等等 类似这样的好评 非常多 著名的杂志经济学人也发表了评论 说刘先生在范围宽广的叙事网下 进行了仔细与精心的研究 他最为关注茶叶贸易的运作及影响 但他在这个追逐利润和剥削的故事中 也掺插着引人路胜的文化上的趣闻意识 总之 刘仁威先生的工作 既深入又具有高度的独创性 值得称赞 他超越了领域研究 又挑战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 这就为其他学者的研究计划提供了某种蓝图 这也是一位评论者的意见 但是说明了这本书非常值得我们阅读的最重要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计划提供